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Vorok系列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学习的知识点是给表添加注释 什么是给表添加注释哈 比方说我们上几次课用的EMP Copy表 我们右击它选择描述 出来的就是EMP Copy表的所有的列 这里呢,有一个 叫做注释列哈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给表中的每个字段 加上注释的 注释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列所代表的意思 因为这些列通常都是英文的 好,如果我们要给表中的列加注释的话 使用的是 Command关键字 Command onEMP Copy 好,用EMP Copy 用它的哪个列呢 用它的EMP number列 因为指定的是EMP Copy表的EMP number列 所以在之前哈,还得加上一个关键字 Clam is 故员 编号 好,Command on Command是注释的意思 on就在什么什么之上 在列 EMP Copy表的EMP number列上 然后注释是故员编号 好,我们运行一下 看看 OK 没问题哈 接下来 Description OK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EMP number列的注释是故员编号 这个时候呢 我们选中 我们选中CNAC的新 FromEMP Copy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我选中了EMP number列的时候 在右下角的这个状态栏上显示出了EMP number是Lumber四类型 然后它的注释是故员编号 给表的列加注释呢 其实是为了方便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个表或者是表中的字段所代表的什么含义 那接下来的话呢 除了给表中的列加注释之外 我们还可以 还可以给表加上注释 就是整个表 给一个表的额外的一个注释 如果说加列是Command onClam 那么Command on给表加注释就是Table 给哪个表呢 TableEMP Copy 好 A4 这个叫雇员信息表 好的 Command onTable EMP Copy A4 雇员信息表 好的 这个就是给表加注释 好 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给表添加注释这个知识点就讲解完毕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